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因为骨痛或身躯的细小 都会令自己的出入成了很大的障碍 但反过来会更加珍惜现在 和找更快乐的机会 Kelly提醒她 一出生就已经有玻璃骨这个病 玻璃骨这个症状 原来这个症状的寿命是会比我们短的 其实Kelly的身体真的很脆 因为玻璃骨的人很容易动一动 就会有些问题 她的身体很小,好像很脆弱 但她的笑容令我感觉到她很有力量 很乐观的女生 有想过自己是否一个妇女 父母的包袱 如果没有我的时候 父母会不会那么辛苦 我在幻想如果我要去哪里 都要有人帮 其实很困难,很不自由 我曾经和途人一起搭升降 环境很窄 所有的目光是焦点我 最初她都说她觉得自己很自卑 虽然有人照顾 她连洗手间也要人帮 其实是感觉到很绝望的 知道的,知道的 那个感觉是… 最初是有点不习惯的 反而我又觉得这些 不是足以我觉得不开心的东西 是的 因为我整天会觉得 我只是比全人更特别 Kelly是一个精神大使 是鼓励很多家庭问题 社会问题 她都透过她的亲身经验 或者很多经历去鼓励她们 令她们不要那么沮丧 是一个好像天使的人 现在我也有做义工的服务 亦想宣扬一些共用的信息 因为体会到自己是残尽人士 其实无论是相见 老人家、小孩 或者是一些内地的试验 其实我们大家彼此都可以 或者是没有一个间断 或者没有一个隔膜 这是我最想表达的 Kelly已经多说了 但有时我们彼此的老人院 Kelly也会唱歌 观众一些老人家 一起唱歌 一起和应 那种感觉很真实 你想想老人家六、七十岁 她们的子女都不看她 反正我们未见过 素未谋面去看她 老人家的东西 很多都是有些行动 不见存 但是Kelly 她正正带给她 我也不见存 我也可以到处带欢乐给你们 我也可以很开心地生活 Kelly很特别 她在台上一样是这样笑 在台下一样也是这样笑 很自然 我就知道她这份笑容 是从心底里走出来的 当时一起搞义工活动 而且创办了一本 叫《心灵》杂志 那本杂志 每两个月左右 就会在学校派法 就透过那本书 令他们释放 其实我当时 为何去选择Kelly 是因为我发现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很脆弱 很小事就很容易放弃 但是见到这个天生有病的女孩 她仍然可以这么乐观 这么积极地生活 我知道她心里面 有一份很大的力量 所以我们邀请她 我留意到身边的同学 其实见到也很感动 有些同学就会觉得 惡了然 为何一个女孩 她面对这些病 这些困难 都可以这么有生命力 笑容这么灿烂 其实完完这个报道会之后 有些学生都会写一些回应表给我 其中一个小朋友的回应是这样 Kelly她有这样的病 都可以活得这么开心 我也可以的 这些是小朋友 她收到Kelly的消息 或者收到Kelly的信息之后 所带出来的感动 我们在网上的平台认识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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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知道她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 一听到这样我就很好奇 那为什么你懂得打字 你可能也认识 ABCD 她在学业的专注上 很能鼓励人 其实她的毅力 我只可以佩服 即使我很不喜欢读书 但没办法 其实你没理由 跟自己说 不行 她也可以 为什么我不行 她也做到了 她也可以做到 我们为什么 这么多时间都不去做 主要是因为小时候 不像一般小孩 可以上学、读书 所以小时候已经很渴求 我觉得是很开心的 而且始终有一小孩 也在很必经的阶段 但自己还没有经历过 以有限的生命 去创造无限的可能性 我觉得这句话很有啟發性 你想想 香港很多人 二十多岁都选择自散 了解自己的生命 Katly这么辛苦 好受众人白眼 她都要勇敢生存 所以这个精神 更加要 我们要去学习 其实Katly 来到报道会的时候 坦白说 正值我在人生中 一个低潮来 她的来到 她的笑容 其实是感染不了我 她告诉我 就算人遇到什么困难 都可以有能力胜得 其实她那一刻 是很深刻地帮了我 因为当人面对困难的时候 无依无靠 原来有一个信仰 可以成为人心里的力量 我知道我都可以 有时候家里可能有些家庭的事 有些不如意的时候 就会问她 她永远是第一个 她很安心 把你所有的大小事 多深入的心事都会跟她说 当一个人不开心的时候 其实最渴望的是 有一个聆听者在自己身边 而且她扶持她 让她感受到 当她最不开心、最低促的时候 总有人在她背后还支持她 有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总会有些问题 不是一时三刻可以瓦解 但是我发觉有时候 一个问题不一定要找答案 但是最重要 在过程中 有一群爱自己的人 不灵不气地去支持自己 你知道吗 你说过很多话都令我很深刻 以生命影响生命 以有限的生命 创造无限的可能性 在未来日子 我都祝福你 能够将你的精神 带到给每一个香港人 发热发光 Kelly,我多谢你 能够在我生命里出现 是因为当你出现的时候 你的笑容能够帮我 去度过我人生里面的一个低谷 所以希望你继续努力 用你的笑容去祝福身边的人 多谢你 都认识了这么多年 其实不但求她 因为知道不断地演讲 做很多事情 又不但求她要赚很多钱 还是怎样 其实只是想她身体健康 而且很希望她可以找到她 或者有一个真心喜欢她的人 我不知道她怎么想 但我很想有这样的人去照顾她 因为人在… 就算友谊、亲情也好 但爱情方面也很重要 我想她也很想和一般人一样 经历必经阶段 我很想这个人快点出现 失去是很痛苦的 当然人是不会一生一世的 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会经历到的 如果你说 如果我听妹妹真的在我的人生里面 失去了的话 那… 是会很难过 在我生命里面 每个人都是陪着我走 每个人都是… 不是有他们都不会有我 可以是让我更加珍惜每一个 沟通的机会 珍惜每一个可以聆听的机会 珍惜每一次可以见到面的机会 今天我们各自各回到家 说一声拜拜 但可能今天的拜拜 也可能会成为永远的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跟上海杂 чис umbrella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